來來拖打 來 預備 BOSS 踩著輕盈的腳步 對著眼前的假象敵 猛烈的出拳攻擊 這是青海國中拳擊隊的訓練景象 這群孩子們懷抱著拳擊夢 每天咬著牙 接受魔鬼訓練 使用的器材也相當簡陋 在這樣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靠著學校與地方的支持 才能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全力爭取夾擊 基本上我們最大的困難 還是在經費上的困難 我們就是即使要出去比賽 或者去跟人家友誼賽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學校的教職員同仁 開著車五六部車 載著選手出去練習 因為我們沒有過多的經費 沒有多餘的經費 沒有辦法請遊覽車 所以相當的辛苦 拳擊運動在國內 不像棒球一樣受到重視 升學的管道也比其他運動還要少 但是青海國中拳擊隊員們 卻依然努力不間斷的訓練 選手們更在日前舉辦的 全國總統盃 拳擊錦標賽 拿下一斤二銀三桶的好成績 讓全校師生都感到相當榮耀 最大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打入一個泡泡有氧 禮拜三還有禮拜六的下午 如果請游泡老師 來帶我們做一個泡泡有氧 使學生的激勵方面提升 然後在打拳比賽的過程當中 可以更有肌耐力 比較不會那麼累 所以他們有這些肌耐力 就會比較有信心 然後可以更勇往之前的去 去花費他們的一個實力 我們這次比賽也是謝謝維修老師 就是帶我們這樣子 然後還有大家都努力這樣練習 然後這次真的謝謝維修老師 還有學校老師 如果沒有他們可能 我們也不會得有這次的獎牌 還有這些東西 在這次大賽中 拳擊隊更榮獲全國男子組 團體第八名 教練也表示 這次學生獲得好成績 讓平日的辛苦練習獲得肯定 這些選手們也盼望有朝一日 能夠穿上國家戰袍 在國際比賽中發光發熱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